按照科学精准有效抓好防控的有关要求 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暂时状态 7120个社区村近10万名社区村工作者 立即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场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周边 11个小区和玉泉东市场周边 10个社区全部实行封闭管理 正在对9万小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全市各社区村全面开展敲门行动 通过张贴公告上门询问 电话微信联系等多种方式 排查5月30日以来 曾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 近20万 正在以社区为单位 就近安排核酸检测 并进行居家观察